各位好 欢迎加入11月2号 星期四的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要关心的是 长辈的心理健康 阿公阿嬷您快乐吗 如果常常觉得 这个时候就要当心 有可能是忧郁症上升了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忧郁症 它的盛行率高达了20% 这比例算高的 临床还发现患者的特点 他们是射精低位比较低 那么身体状况不好 这当中还包含了失能 生活中需要家人来协助 还有搬迁 搬家 迁徙 丧偶等等 导致交友圈的改变 当心老年忧郁 有可能是失智的前兆 因此家人的陪伴非常的重要 要多多的倾听跟关怀 要鼓励长辈多多参加社交活动 或者是走出家门来当志工 都有助于增进人际的交流 从人群的连结当中 找到了归属感 动态跟静态都这样子 增加生活乐趣 可以 修身养性 退休吧 就走进我们的厨房 从日文客 素描 折纸 到做志工 把生活过得充实 这些是他们退休生活快乐的秘方 大家都谈得来 所以在这边大家都做得很快乐 台湾迈向超高龄社会 鼓励长者走出家门 活到老 学到老 因为不是每个长者都懂得安排生活 董事基金会统计 近三分之一长者 退休后患有忧郁症 71到80岁中 每十人就有一人需要协助 情绪上的失落 就是他跟他以前工作有很大的反差 所以那个反差让他造成很大的失落感 他就很容易陷入一些低潮 那低潮久了 那个久所谓久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 当长辈出现没精神 容易焦虑 食欲不振的情形 常被当作身体不适 或是老化现象 但要注意 可能是忧郁症找上门 影响你的食欲 影响你的睡眠 影响你的人际关系 你情绪低落了 都不跟人家来往了 都不去参加社交活动了 这时候就是要去找个精神科医师 帮助长者找回重心 防止退休后产生的忧郁情绪 专家提醒 提前做好规划 是实现乐龄生活的妙招 大爱新闻 陈品杰 梁家明 台北报导 迎接老年生活 医疗照护也很重要 上人行脚 今天在大林慈禧医院 有一位70多岁的阿嬷 脑末流开刀 手术之后的附件照护 由清安局跟居家医疗来接手 展现的是全人医疗照顾的贴心 70多岁妇人脑末流开刀 术后在大林慈禧院清安居 休养五个月 当妇人回到家之后 附件科和中医接手居家医疗 全人照顾无缝接轨不间断 我们主要的治疗的话 就是以针灸协助她左侧手脚的 力气的恢复 还有恢复缓解她一些 附件后的一些肢体酸痛的情况 运用比较节省力气的技巧 也比较平稳的技巧 让她能够走上楼梯 走下楼梯的时候 不用太多 由她先生照顾的方式 来扶着她上下 设身处地为病患想得更多 九岁小女孩腹痛就医 卵巢和疏软管牛角阻断血液循环而坏死 对外科医师而言 切除肿瘤轻而易举 但难的是 得为小病患想到更长久的未来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肿瘤 在骨盆上拿出来 在我们一般外科的领域 肚子一泊 没有什么东西拿不出来 但是还是要考量到小孩子 她这个是女生 不能把她肚子留下一个 很大的一个伤疤 最后成功解除危机 也只留下小小的疤痕 我不清楚她家庭状况 但是我觉得她对小孩子 很好很细心 医护多一分用心 病患与家属就能少一分苦痛 为守护健康持续努力 大爱新闻的雅萍 郭继宗嘉义报道 国际新闻关注的是 以巴冲突的最新消息 在美国卡达跟埃及的主导之下 以色列跟哈马斯终于同意 首度限度的开放过际点拉法 让这个伤患跟持有外国护照的民众 可以过境到埃及 巴基政府是发表声明提到了 在约旦河西岸 营救了32名的巴西公民 他们办理了出境手续之后 就会前往到安曼 安曼搭乘专机回国 另外还有80多名的伤患 以及一批外国人 也是因为离开了 其中包含了台湾的民众在内 外交部也已经证实了这项消息 不过由于加萨地区 当前的网路和电话全都断线 已经是一个星期以来第二度的断讯 许多接获通知可以离开的民众 因此跟大使馆失去了联系 无法确定到底能不能顺利地离开 他们现在只可以焦急地等待 大人小孩焦急等在拉法过境点 一号上午总算等到通关大门打开 他们是以哈冲突以来 第一批获准离开加萨的外籍公民 我们今天来到埃及国际 希望离开加萨 但是我们的加拿大使馆 坦特不安最后顺利通关 根据CNN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埃及的官员表示 已有超过360名持有外籍护照的人士 从拉法过境点进入埃及 目前正安排前往开罗安治 在25日子的身份上 我已经在了我们的灵状 我今天就在了我们的灵状 在12月的灵状 在12月的灵状 我今天就在了我们的灵状 我们只是在灵状上 但是我们在了我们的灵状上 我今天就在了400人的灵状上 美國的民進出 今天是最多的一群群 在加州工作 無限地把美國人到來 趕快和安全地可以 我個人有很多時間 跟首席總統 倫敦亞歐的 和斯里斯里斯斯的 和其他人 去保證我們能夠開出 這間的通知 人們的通知 根據BBC報導 加薩走廊內 約有7000人 具有雙重國籍 包括日本 奥地利 保加利亚 印尼 约旦 意大利 希腊 澳洲 捷克等国 经洽询巴勒斯坦官员 后续每天约会有500人获准入境埃及 其中也包括伤患 大爱新闻 吴贵真编译 面对这场冲突 天主教教宗方基各持续呼吁双方要停火 教宗在最近一次 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访问当中 再度的呼吁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需要达成一份 适合双边的解决方案 避免区域冲突升级 教宗同时也呼吁说到了 应该给予耶路撒冷特殊的地位 每个战争是一场战争 教宗在谈话当中提到奥斯陆协议 也就是在1993年30年前 当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首度达成象征和平的协议 被认为是两国相互承认的里程碑 但是其实长期以来都被误解解读或者是质疑 因此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深 教宗在这回的访谈当中也表达 最近各地出现反犹太的情绪 他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担忧的 同时补充也说到 这些反对的情绪还有大部分依旧是隐藏起来的 因此呼吁要建立人道走廊 要帮助加萨来实现停火 秋天还没有结束 不过美国现在有不少地方 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冬天的氛围 位在五大湖区的密西根州的马斯基根郡 就降下了大雪 万圣节假期是瞬间激动 打破单日还有单月降雪的记录 画面中看到积雪覆盖道路关闭 当地的降雪量接近30公分 刷新了11月上旬的记录 积雪压垮了电线杆 树枝还引发了车祸 造成有两个人受伤 还有至少3万户停电 至于南美洲国家则发生了水患 乌拉圭几个月前遭受7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有的地方甚至连饮用水都缺乏 偏偏最近因为声音现象导致西北部地区降下了暴雨 这个河水暴涨量成了水灾 马路变成河流 救援人员搭乘橡皮艇展开了行动 乌拉圭维基应变机构表示 暴雨导致河流泛滥 引发了洪水淹没房屋 道路还有农田 在塞尔托市有两千多人被迫逃离家园 也是坏天气被英国媒体形容为炸弹气旋的风暴赛伦 正从北爱尔兰步步进逼到英国 当地的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黄色恶劣天气的警告 要民众提高警觉 北爱尔兰的街道变成河流 救援人员出动救出受困的民众 隔着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 气象局还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英格兰部分地区也已经宣布停课 而在法国的部分也是严阵以待 同样是发布红色警报 要民众留意暴风 还有异常降雨以及沿海的洪水 并且呼吁全国人民这两天尽量不要的外出 下段新闻还要在您看到的是 便利超商可以自行发电 还可以在紧急灾难的时候 支援社区的紧急用电 休息一下 三分钟之后再回到新闻现场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阿嬷 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来 负责维持桃园靖寺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那个时候走进来都感觉到舒服干净 做福田比较有功德一下 阿菲向家里的人健康 平安 孩子大小大家平安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开始照顾大家 阿嬷做完福田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站 环保站以前在靖司堂的户外停车场 几年前惊人抗议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虽然这让环保志工出入变得很辛苦 但为了地球这个家 他们不辞劳苦为大家祭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嬷 王王宝珠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感谢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持续关心的是上人的行小行程 上人在上午的时候 持续在大林慈激医院和医疗团队 进行了温馨座谈 那么上午这段时间 有器官均证个案的分享 还有心脏科医师报告 拯救心肌梗塞病患 跟死神抢时间的惊险过程 我一天饮料最少都要两杯以上 也都不喝开水 不光如此 还爱吃油炸食物 有抽烟的习惯 正值壮年的法郎设计师 历经生死关卡 洗到一半就感觉 心脏的话就很急促 快呼吸不过来 然后就跳得非常的快 急性心肌梗塞 胎软倒在冲水椅上 救护人员迅速做心电图 上传资料到医院把握分秒 一次有双条这个血管完全阻塞 哪一条才是我们这一次 需要紧急处理的血管 那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适合气球做扩张之后 再依照它本身血管的大小 去制放这个涂药的支架 另外一位来自越南的患者 严重气喘引起急性心跳停止 急救后成功复苏 却因为长时间缺氧重度昏迷 家人万般不舍 透过宗教的力量 认同延续生命的美意 后来借由跨国社训家庭会议 同意捐赠器官 跨越了语言的障碍 跨越了宗教的障碍 让这个大爱能够连在一起 大陵慈激医院医治团队 疫情因素相隔五年 再度启动肝脏移植手术 医护团队合作无间 成功一爱人间 在第六周都有正常的出院 非常感谢这个病人给我们的信任 不负所托 再难也有办法克服 坚守医疗使命 大爱新闻 为您欧阳光辉 嘉义大林报导 在大林慈激医院上午的 温馨座谈当中 上人是肯定各个别 针对医疗个案的用心 真的是做到了用爱 守护生命 都是共同的一个心 那就是照顾病人 抢救生命 对啊 这就是呢 人过有志愿 限制了护理 限制了 已死 这不都是呢 用生命走在底线 保管的骨科 胸腔内外科 小儿外科 密尿科 移植外科 心脏内科 以及肾脏内科 中医部等等 都针对医疗个案的部分分享 上人是感恩医护人员 用生命来守护生命 这份用心是有温度的医疗 是患者的福气 上人同时也感恩 大林慈基医院的医护同仁 总是合合护协 一起为患者而努力 医疗呢 就是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还有守护爱 接下来画面呢 就有点震撼了 马来西亚雪龙这个家庭 家中是长满了床尸 住在旅头的父子俩 经常被盯到受不了 影响了健康跟生活 慈基志工就特地出动 来协助改善 墙壁上斑点处处 仔细一看才察觉是血迹 由于家里的环境 长期缺乏打理 床尸成灾 陈德华和儿子被叮咬的 实在受不了 陈德华父子俩是马来西亚 慈基K1K守望相助 纾困计划的受助者 这一天15位慈基志工 相约来为他们父子 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家 可是过程却相当惊心动魄 当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跳蚤 我看到你的毛孔都困难了 第一次参加这种刺激活动 然后就看到别人的家 觉得很可怜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 打扫他们的家 我觉得很幸福很欢喜 现年58岁的华裔穆斯林陈德华 和18岁患有智能障碍的儿子 相依为命 爸爸总有一天会老去 这个孩子的未来又该如何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是说 你要怎么样收拾垃圾 怎么样去分垃圾环保的 和要丢的 然后怎么样洗衣服 我就是说 麻烦你帮我们做的事 就是说 我都知道 现在帮我们 雪龙慈基志工用心帮父子两 整理出一个干净的居所 用爱陪伴他们经营一个 安身的家 打开新闻知识美志工 陈范全苏玉发马来西亚报导 在印度福利嘉义的牧羊女村 慈基志工 是传授当地妇女编织网带的技术 让她们补贴家用 怎么做可以更美呢 心中有爱才会人见人爱 志工用禁思语改编了一首印度歌 舒服了妇女原本的害羞 希望我们的热忱 能够感动到她们 跟我们一起互动 把整片的布剪出长条状 拿个罐子开始编织 这个是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妈妈叫我做的 只要三条布条 各种尺寸的网状替代 可以让家中食物避免被破坏 妇女有说 她回去她可以掉 掉她家里面的干粮 那就不会被老鼠来干扰的 没有人家有酒 我们也不被老鼠来干扰的 做了一个 热忱的罐子 没有人家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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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商好環保 您可以想象得到的绿色服务 里头都有 打造全台唯一的能源实验店 也是第一家碳中和超商 超商人来人往 当地居民正展开生活转型 不仅节省了成本 更能够减少塑胶的使用量 带上家里的空瓶 投币马上就能外带洗衣精 换算买一公斤的洗衣精 只需花40元 环保又实惠 各种电池 呼应国际再生能源倡议 超商设置大型能源战情墙 及时监控用电除电状况 打起孤岛电网 配套除能系统 遇上跳电情况 电力也能及时应援 是一个自发自用的设备 做到区域微电网 增强社区的便利韧性 120k瓦的快充 进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点 车子就可以充满电 全台唯一的能源韧性 实验便利商店诞生 往碳中和目标更进一步 大新闻 吴亦轩骚鸿树 台南报道 林山蜜苹果的产季即将到来了 那么山上的温带水果要运输 一定要经过台八线中恒坑公路 但是您知道吗 这条公路开凿的过程 是相当的艰辛 公路总局即日起 展出珍贵的史料还有影像 要见证公路的故事 这是泰鲁国门 东西黄冠公路 这边开始是从这边开过去 那边是从埔里那边开过来 到河翻山那边就一起通 林安豪14岁加入中恒测量队 他的父亲也是开辟 中恒公路的工程队员 泰鲁国到大伊林 走一个礼拜的路 要走的话 踩没有踩好掉下去 就找不到尸体了 都没有人敢上去 我为了450块 我就上去那个上面 过那个路 太危险了 不过我现在不敢讲 讲的时候我会心里会很难过 当时为了生计走上顶端也不怕 起于1956年台湾公路局 徒手开凿的奇迹公路 全长192公里 也被称为失恋之路 那时候是一万多位 退伍的官士兵 跟我们公路局的工程师 那个时候大概只有 私自搞 圆敲 炸药 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 开辟这条公路不容易 经过三年九个月又18天 台湾发展史上第一条东西横贯公路诞生了 这些开路英雄的事迹 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 经过整理对外展出 特别是中横公路上 还有三座梁桥 可以看见来自法国艾菲尔铁塔的名制 那时候还有美国还有军援 它带了法国的艾菲尔钢材公司的钢材进来 所以我们在中横有很多的钢桥 其实是法国艾菲尔公司的钢材所现建的 所以铁牌还在 过去中横公路承载着台湾经济和民生希望 随着时间更迭有了新使命 包括我们现在路都开始重新做跟环境有趣 减量我觉得这些环保低碳 实在所需更需要让我们的市民 国人外国人知道 那个路的艰辛 还有我们怎么有效地活用这条路 有了情人努力 现在的我们才能走出有温暖 有温度 有故事的一条公路 大爱新闻李明华 徐英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光明恒生 我是林郭欣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